公大店的新姬黄呢 现在都还没有上市 但是在昨天 确实有他们的离职员工 进入了这桃园厂 涉嫌是偷走两只新手机 还有电池想要上网拍卖 不过他在离开的时候 是当场被警卫给认出来 赶紧报警 要穿制服的 对啊 还在穿着防尘衣啊 我是跟你讲 赖刑嫌犯被警方带进警局时 身上还穿着离职未缴回的蓝色防尘衣 就是这身装扮 加上捡到的公司识别证 从公司大门一路直闯研发部机门 都没被发现 由于研发部九点才有人上班 趁着四下无人 他偷走手机与电池 主机板 离开时被警卫认了出来 赶紧抓起来交由警方处理 公司报案立即派员赶布现场 发现该嫌疑人 已经在大门被公司的保全制服 并且在嫌疑人身上 发现该公司所有制 电池以及手机 他的背包里起货两只月底 才要上市的新机皇 及19颗电池 两个主机板 宣判共称只想研究一下 新机皇功能 但警方调查 他去年7月 就因为偷窃手机被隔职 警方查看他的电脑网拍记录 已经卖出20多件 手机电池背板和传输线 如今又潜入公司行窃 真的是胆大妄为 依照窃盗罪嫌 将他移送法办 昨天新闻 简正风 桃园报道